内蒙古的云涛和朵朵 都在跟这个亭子的房顶较劲 云涛只是爬到上面去标记领地 朵朵虽然没有爬上去 但是也是在上房接瓦拆屋顶了 喝奶喝到三岁半的国庆 果然力气大呢 拆架可厉害了 这个像个亭子一样大的床都被他拆下来了 干了坏事还得意的笑呢 后面直接溜了 等着奶爸来收拾残局吧 这是国庆拆架的全过程 他是先爬到旁边的树上 再爬到房顶上去的 上来之后 转动动是个什么迷惑行为 看吧 老袋卡住了吧 国庆是不是卡了老袋生气 才开始拆架的呀 所以熊孩子是没有错的 他只是受了委屈 心里有点小脾气 需要发现一下而已 国庆在房顶上面摇啊摇啊摇 后面还摔下去了 那是不是就更加生气了 今天就跟这个大床给杠上了 势不两立 不共戴天 这个家是非拆不可了 熊猫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吗 国庆发起标来 拆架确实气势汹汹的 大熊猫的力气确实挺大的 所以小奇迹晚上才会把这么重的树桩 从上面拖到下面的坡上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